欢迎来到爱情诊疗室 让我们一起重建亲密连结 让爱回温 我是宜璇 我是宜白 关系呢 对人很重要 所以 有些听众朋友呢 会愿意花很多时间 在关系里面 努力的经营啊 或者是有裂痕的时候 想要修复 那只是有一个 现实的状况是说 那修复到底要到 什么程度 然后你的伴侣 值得你投入 这么多的努力吗 所以如果你也想知道 怎么判断对的人 我的努力 有没有放在 对的人的身上 那我就今天一定要听完 我们的内容 爱情诊疗室 是宜白老师的线上课程 我们再一次 给学员的一个福利 只要你完成学习 就有一次机会 可以填写 爱情诊疗室的表单 我们会请宜白老师 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录制成节目 针对你的关系 有进一步的建议和分析 那目前呢 我们的线上课程 好好在一起 还有3517的优惠 你加入 嘉宁老师这一门 经典又热销的课程了吗 那这个3517 直到9月18号之后 就会调整了 所以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 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 跟我们一起找回亲密 享受独立 在关系里自由哦 好 那我们今天来到 爱情诊疗室 来信的人呢 她是Alice 然后37岁 美术从业人员 在第一个大象 Alice说 她跟她的伴侣 谁是追着 谁是逃的 Alice说 我是穿上甲 对方是刺猬 然后他们两个人 交往19年 也同居多年 之前吵架的时候 对方会用愤怒来表达 然后只要Alice 没有接住 她的伴侣生气的点 她的伴侣 就会冷落Alice好几天 然后Alice 就会缺乏安全感 很焦虑 去讨她开心 直到对方的 情绪平复之后 然后Alice说 她听了 以白老师的课程 我们再爱一次之后 最近开始练习 觉察她伴侣的 愤怒情绪的 愤怒的底层情绪 但是还是没有做得很好 然后再来 Alice跟她的伴侣的 典型失控对话 等一下 我跟以白 还是会分角色扮演 对 然后我来扮演Alice 然后以白扮演 她的伴侣 对对对 然后这一次呢 吵架的前提就是 Alice她会跟她的伴侣 分享起点学到的知识 那她的伴侣 虽然对心理学不感兴趣 但是一开始也是不排斥的 然后她们这一次 争论的事件呢 主要就是家里面 有一个行动的电扇 可是有充电 充不进去的问题 然后Alice发现了之后 她发现只要把充电的 头换掉 问题就解决了 那她这件事情 其实也有跟伴侣讲过 然后接下来 她们就要开始对话了 你要买新电扇吗 不用啊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她之前 她已经目前已经没事了 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要不要换一台新的啦 然后Alice听到这句话 她就想到 这台电扇 她的伴侣 曾经插在床边吹 可是吹到一半 断电的事情 所以Alice就语气平和的说 还是其实是你想换啊 那这个时候呢 她的伴侣一听到这句话 就理智线断电 就要大骂说 你现在讲的是人话吗 你之前听了什么心理学影片 全都是垃圾 然后接下来就都是 她说的心理学影片 就是指七点的影片 然后接下来都说公给的话 然后Alice就又回复 她的平和跟稳定 她就说 我知道我现在误会你了 都只是误会而已 因为之前你说过 睡到一半 电扇会有问题 所以我才误解 然后Alice这时候的心情是 她觉得 她的伴侣骂起点 她很难过 然后但是她不想说出来 她有一部分的隐瞒 她不想让场面变得更混乱 然后这时候 她的伴侣就回她说 可怜 然后中间休息了20分钟 他们两个都没有再讲话 然后等到Alice 在思考她的伴侣生气背后真正的情绪 所以她就又主动去告进她的伴侣 Alice说 你都是为我着想 才会再问我要不要买 但是我没有接收到 还说这样的话 我要跟你道歉 对不起 然后Alice这时候又划号说明说 我只要一情绪激动就会容易哭 所以刚刚那段话是一边哽咽一边说的 然后她的伴侣就 就回她说 你就边哭边道歉吧 还有你不要再买那些课程了 没有用还变得更糟 不会没有用 我现在能够直接指出道歉 你直接说出核心的道歉 看到了自己的问题 也是学习之后练习来的 然后接下来她的伴侣就是 讲一连串尖锐批评啊 说她跟正常人不一样啊 然后以后不准在她面前提心理智商的问题啊 然后还拿Alice相反的政治立场来举例 就是刺激刺激她 然后说她不应该这样做 然后Alice就静静的听不反驳 等到对方冷静下来之后 Alice 对方要求Alice以后她生气的时候不要再回话 她只能接受道歉 因为任何的回应都只会让她觉得Alice是在狡辩 然后Alice这时候就是跟我们说 我也很想不回话 可是当下发生我一定会有情绪 例如可能是被误解很难受 所以我就会直接反映出来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例如十分钟 让我沉浸下来思考 对 然后Alice讲完这段话以后 她的伴侣就回答她说 没办法 我不能接受你讲多余的话 如果你再不能克服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长久走下去 最后Alice就用 我会再努力看看 结束了这一次的冲突 好 这是他们的典型失控对话到这边 对 好 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 你在听课或练习时的困难 Alice说 我知道刺猬底层的情绪没有被理解就会爆炸 然而我隔了数分钟之后 认同她的情绪的时候 她却用我最在乎的事物来否定我 请问我是哪里没做好 才导致她还要用更激进的手段来攻击 难道真的是我没有第一时间理解她吗 然后再来第四个部分 你期待老师回答的问题 Alice说 我真的很喜欢起点 但是伴侣现在变得很讨厌心理智商的话题 请问该怎么让伴侣重启过去对于心理学开放的态度 另外想问如果做到对方情绪爆炸的当下 就算我的内心委屈被误解 也能够完全压抑不回应 同时又理性同理出她的底层情绪呢 就是Alice问说要怎么样做到 同时理性又同理出她的底层情绪 好 我想 我觉得我在这封信里面读到Alice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我想要先请教以白的就是 在这个案例里面你会看到 有什么我们一般普遍也都会看到的 亲密关系里面的共同现象呢 好哦 其实大家在听的时候应该也可以听得到 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的对话过程中 你可以听到一个很明确的不对等性 好 就是比方说Alice是努力在压抑她的情绪的 对 但你感觉她的伴侣没有在做这件事 她伴侣很自在做她自己 对 很自在很自在的喷 然后你也会感觉出来Alice 她在努力的同理她的另外一半 想要站在她另外一半的位置 去体会她的感受跟试着回应她 但你也会感受到她的伴侣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对 那这个不对等性其实就会让Alice 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会非常的辛苦 因为你会只有看到一个人 她在两个人互动的关系里面 承担责任跟尝试改变 那像我在资方式里面 我觉得我也蛮常会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伴侣在这个状况里面 就是他们不平衡 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责任是愿意认的 然后他是愿意改变的 对 那另外一个人觉得他自己完全的没有错 是 他完全的没有责任 跟他完全的不需要调整 是一个不会动的悄悄板 对 那我就想到我遇过一个 我自己觉得最惨的例子是 就是我有一对女同志的伴侣 那他们有 他们是很想要孩子的 所以他们在一起以后用一些方法 就是他们有了三个小孩 OK 那他们来的那个时候就是说 他们也不是要离婚 可是就是 他们两个是 比较属于女性化的那个跟男性化的那个很明确的 OK 就是所谓我们再更早期一点讲 女同志的那个T跟婆 好 所以T是比较男性化的那一位 对对对对 是比较女性化的那一位 对对对对 好 然后 他们就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是关系陷入一个很死级的僵局这样子 那他们来了之后 就是有去 他们有去 讲说他们的状况是怎么变到这样子 那基本上就是T的那一位 他本身就是比较是穿三甲 是 所以他的 抱歉 他的 情绪跟需求都比较放在心里 那他讲的是说 在他们关系进入低潮的前半年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自己的妈妈 在中南部 然后生病蛮严重的快过世 那其实他因为自己创业 然后又家里的事情 然后家里跟他本来关系就比较疏远 所以其实他有很多的工作上的压力啊 或是回去看家人的时候那种矛盾纠结的心情 因为我们说疏远通常就是 可能跟家人之间本来就有一些 议题 议题 然后但是妈妈又快要走了 他可能心情也很复杂 是 但是这些他 就是穿三甲他都没有讲 那有一次就是 反正就是家人通知他说要回去 那他自己是有一点心理准备 他觉得这次回去应该是见最后一面 但是是突然的通知 所以他跟他的 另外一半 他跟他太太讲的时候 比较女性化那一位 对 他就说他临时要回去一趟 那他的伴侣其实也不是 不让他回去了 对 然后也没有生他的气 但是因为那一天就是他的伴侣有腰痛的这个毛病 那一天 早一早起来就很痛很不舒服 然后他一听到说 那今天又要一打三一整天 真的很可怕 然后他就觉得 就觉得心情很糟 所以他的太太跟他讲说 要回去南部看妈妈的时候 他的伴侣 对 就是比较男性化那一位 对对对 我都两个都讲太太 大家会分不出来是不是 对对对 还是要讲T跟婆 就是那个T跟他讲说 要回去看妈妈的时候 婆就是下意识的叹了一口气 OK 因为他一想到他要腰痛一打三嘛 他就很累 但是他这一口气啊 就让T很受伤 因为他自己可能本来就有很多东西压着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我今天这次去 可能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妈妈了 是 然后你还不高兴 好像嫌我 造成你的麻烦 但是他也没有当场说 对啊 他就是放在心里 然后他就出门了这样 对啊 那可是这件事情就有点像 压垮骆驼的稻草 那他们的关系就变得很差 那我刚刚说那个 责任不对等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们两个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那个婆有一点可怜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已经是半年前 是 然后事情发生之后 其实T可能后来 从自己的原生家庭回来之后 有告诉他 他很在意这件事情 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很破坏关系 所以他大概事情发生之后的 一两个礼拜之后知道 到他们来智障室之前 他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哦 比方说他想说 T会觉得我不关心他嘛 对 所以他就会在生活里面 找机会想要跟T聊聊天 关心他 可是这个T都没有 把握任何机会去多说自己 对不对 就是他T被问的时候 他就会就是讲说 他不太想谈啊 他觉得我讲你也不懂啊 然后或者是说婆 我就会跟他道歉 就会跟他说 对不起我那天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然后而且我那天是因为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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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T也会说 道歉没有用啊 因为事情伤害已经造成了 我都想唱歌了 太委屈 然后或者是婆会问T说 那我怎么样做 才可以让你比较好啊 然后T就会回答他说 如果你真的在乎的话 你就会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啊 那你还要等我告诉你 你才做 那你也太convenient 太方便了吧 这不是一种逼死人的回应吗 对 那婆就觉得自己一直被拒绝跟惩罚 然后好像他怎么样做都没有用啊 然后伤心也没有用 道歉也没有用 他伤心的时候 T也会很冷漠 不太想回应他 就觉得你造成伤害 你有什么资格哭 那如果婆被逼到一个墙角 他也受不了生气的话 就他就会跟T讲说 那你有责任啊 你不讲我怎么会指导 那T这时候就会说 对啊 你的态度就这样啦 那你就这样吧 所以他每一条路都被卡死 其实就是因为 在这个情境里面 只有一方在位关系 调整 是 跟努力 那另外一方 他有一个方便的地方是 他只要站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 是 这个受害者的位置超明显 对 然后你看他只要站在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上 他就无敌啊 嗯 嗯 那 嗯 所以我自己觉得 Alice比较辛苦的就是说 关系的改变 如果是 基本上是双方都有自己在 关系中的责任 对 因为关系是互动出来的 嗯 然后像 像也许 也许 Alice的伴侣 他在这些发脾气的愤怒底下 也许有失望 是 好 或是也许有 不被理解的这种难过 一定有 好 那或者是说 当他感觉你听 这些心理学的节目 好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 嗯 他会有恐惧感 就是会觉得说 你 你为什么变得跟以前 他会不安 不一样 他会不安 但他的不安可能用愤怒来表达 也许他底下有 有脆弱跟不安 是 可是因为他 他都没有意识到说 这个是他自己需要去学习 换句话说 好好讲的事情 他就是习惯 一有脆弱跟不安 他就 谈到生情那一边 是 那他没有在负责任的时候 嗯 嗯 就会非常困难 OK 嗯 OK 好 所以 呃 呃 我觉得 如果我们回到Alice今天的案例来看的话 对 就是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就是乙白用一个另外一个故事来告诉我们 双方其实是有责任的 对 否则让失衡的那一方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嗯 就是会让关系 你即便很有心经营也走不下去 对 很累啦 对 对 那如果我们回到Alice 你会觉得他们的 他的关键议题会是什么 嗯 我会觉得说你可以稍微的去想一下下你是不是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去投入这个改变 那有一些判断的东西包含说我比方说有几个判断的点啦 我觉得是我们在为关系努力的时候 你需要判断的 嗯 那之所以要判断的原因是 你要知道说 哎 在这个关系里面是不是 就是只有我会是唯一那个在做努力的人 嗯 那我要做到什么程度 还是我可以停 是是 那有几个判断的指标 一个是说 对方他在跟你互动的时候 你能不能从他讲的某一些话跟某一些反应去判断出来 他知不知道他自己也有一部分的责任 对 还是他完全百分之百 都认为错在你身上 嗯 关系好坏都是你的责任 对 那如果他是百分之百错都在你身上的话 嗯 跟如果你可以感觉他至少百分之八十他觉得是因为你 或百分之六十他觉得是因为你 那我觉得他越愿意承认自己的责任的 我觉得你投入的动机就可以越高 嗯 因为这是双向的 是 那第二个判断的指标是说 像我们很认真在做努力嘛 对 但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努力 方向不一定是对的 嗯 比方说我记得我们之前有某一集节目我有分享到说 有一个人他为了要修复关系 他就是会趁另外一半去洗澡的时候倒一杯水 水 给他嘛 对 那但是这个其实不是对方 要的 感受得到的 嗯 所以我们的努力不一定是对的 嗯 但如果对方他 即使你努力的方向不对 嗯 可是他可以看出你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就是他有看出你有在做努力 嗯 多了这个新的行为 对 虽然努力的方向不对 嗯 或者是效果不好 嗯 但他有看到 OK 如果他有某些反应 让你感觉出来 他是看得出来 我再try 嗯 那这个指标也会告诉你说 那我可以投入努力更多 其实对方有看到他就是一种连结了 对对对对 这第二个指标 好 那第三个指标就是说 嗯 我们 节目一直在讲说 通常我们在 吵架的时候 因为不安全感很高 对 情绪很激动 所以我们都会是自动化的反应 就 嗯 追的就越追嘛 骂的越难听 对 那逃的就越越逃 对对对 那 可是呢 通常我们过了 那个情绪激动的当下 比方说我们在吵架 嗯 情绪张力很大 那分开了以后 可能会各自有冷静的时间 嗯 所以你可以去观察 就是说 他 从情绪当中 冷静下来以后 他有没有比 激动的时候 我都可以更看得懂 你在干嘛 看得懂我在干嘛 对 欸 以白我感觉到 如果他看得懂这一点 他其实意味着 嗯 他让自己脱离 那个绝对的受害者的位置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因为激动的时候 你要他激动的时候 还可以很理性或是 同理你也真的很为难人 对对对 我自己也做不到 对对对 但是如果他 冷静下来以后 有比较好 那你至少还有一点点盼望 就是说 他的认知不是固着的 嗯嗯 他的 他有时候的固执是因为情绪太激动 好 可是脱离情绪他就会比较好 ok 好所以呢 嗯 怎么 我们刚刚讲的三个要观察点 对对 那如果 画在生活或者互动里面 对对对对 我们要怎么听出他有这三个 对对对对对 真照 就是如果他有说出过下面的几句话 嗯 你就可以比较安心就是说 这三个点应该他是有的 嗯 比方说 他 呃在气消了以后 他有曾经说出过说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嗯 但是我真的太生气了 我现在还不想原谅你 ok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对 好 那或者是他有曾经可以说出说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很怕我这么轻易就原谅你的话 你下次还是会这样对我 哦 他讲出他自己害怕 担心跟脆弱的原因 对对对对对 好 那或者是他 刻意讲得出说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还是很伤心 我希望你可以再安慰我多一点 哦 他讲出他需要对方做什么 他会好一点 对对对 ok 所以就是这些基本上是他不那么生气 就是可能吵架完后和好的过程 只要很好的过程他还可以讲出这些东西 嗯嗯嗯嗯 我觉得就还有一点救了 ok 就是就是还有一点值得投入这样 是很重要 对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我的工作里面有时候啊 嗯 也会碰到有一些个案 就是我们前一阵子王力宏那个事情 嗯嗯嗯 不是有在讲说那个PUA情人吗 嗯嗯 那PUA情人他们 其实就是完全没救 嗯嗯 完全没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就会变成说他们的这种 你完全是错的 嗯 你完全有问题 嗯 就这种 这种信念对他们来讲 已经跟情绪激动跟不激动无关哦 ok 而是他们在很理性的时候 他们的脑海也是这样子运作 嗯嗯嗯 他跟孙蒂固的认为 对 这个是对的 对 是他世界唯一的法则 对 而且有的时候是他 他在很冷静的状况下 他知道这一个方法 可以用来操控另外一个人 嗯嗯 他这个是具有操控性的 认知的想法跟运作 ok 而且他又可以在关系里面完全 规避掉他 属于他自己的责任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那所以所以我刚跟 你可以发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重听 你可能就会可以分 知道我在跟大家分享说 因为PUA情人他们那个 你完全的有问题 你完全有错 嗯嗯 跟我们说有的时候 嗯 比较 比较 比较难承担自己的责任 嗯 然后比较少投入在 修复关系的人 他激动的时候 是是 的那个 完全都是你的错 完全都是你的责任 嗯 表面上看起来会很像 对 那你怎么分辨 就是如果 他激动的时候 平静的时候 都是你完全的错 你完全的有问题 嗯 那他是PUA情人的 可能性就非常高 更高 那你是很难改变他这个的 是 因为这个就是他根深蒂固 在关系里面 用来操控另外一方的手段 OK 对那可是如果他可以 冷静之后 冷静之后 会知道有一些是自己的责任 他也愿意看见你 的努力 嗯 对 那就比较有一点希望可以 好 投入 对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 也包括Alice 因为我们也不确定 你的伴侣现在是什么状况 这还是要回到你们的相处里面 去帮自己做核对 所以我们刚有听到一个关键就是 身边的人是不是值得你 投入时间和精力 会有一个简合点 也就是对方愿不愿意跟你一起 面对关系的议题 嗯 那如果听众朋友 你现在有一些关系上的卡关 或者是困难 你很想面对这个议题的话 这边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哦 以白老师呢 将在今年的年底12月29号 跟1月5号 连续两个星期日 在七点文化开设一起幸福工作坊 这是一个伴侣需要双人一起参加的实体工作坊 以白啊 他将带领他的智商师团队 让你跟你的伴侣一起感受到 伴侣智商等级的体验哦 那如果你现在到七点的官网看到还有名额 一定要把握机会 马上抢下 就能够预约你2025年的幸福关系哦 真的 开春第一炮 好哦 那以白我们回到今天Alice的案例来看 如果Alice她想要再有一些前进的想法或做法 你觉得可能会是什么 好哦 嗯 因为Alice也有在问说 就是她 嗯 其实蛮感谢七点的嘛 嗯 然后也希望伴侣不要讨厌起点 不要这么完全排斥的心理学的知识 对 嗯 那我我会想给Alice一个回馈 就是说 嗯 其实她对于心理学这些知识 或是起点的东西 有一些抗拒跟排斥 它有一点会是改变必经的过程 OK 因为这些东西让你变得不一样 是 那那其实是要表示 嗯 这些心理学的知识或起点对你是有帮助的 嗯 它包括让你可以越来越自我觉察啊 嗯 照顾自己或重视自己的感受 对 所以你的伴侣会越难越用 因为他们在一起19年很长 嗯 那他又三十几岁嘛 几乎是他人生的一半嘛 是是 比一半还多 嗯 所以就是 你的伴侣会越难越用他 从小 从小你看他们37如果19年 他们可能是十几岁就在一起 对 他会越来越用 难用小时候就已经习惯用的方法 很原始的本能 来控制你或应对你 嗯 那 所以 这个过程你就会知道说他是正痛起 他一定会对这个东西有抗拒 嗯 但你可以试着告诉他 就说 这个关系里除了你去同理他 你去满足他之外 你自己被理解 嗯 或你自己被回应 其实他是一样重要的事 是 所以你也可以试着去告诉他说 可是这就是我啊 嗯 这就是我需要被爱的方式 嗯 这个关系里面不是只有你的需要是需要 对 如果我不喜欢你用某些方式来对待我 那你也要练习听见我的声音 是 嗯 嗯 那 如果他真的有珍惜你跟不想失去这个关系的话 我相信他会 愿意调整 某个程度上他会有一点尝试做一些调整 当然不是说马上就态度很大的转变啊 对啦 或很可以理解 这样也人格有点为常 对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需要知道 让他知道 你的底线跟你现在37了 嗯 你们交往收是19 嗯 然后你们 人生 随着人生的变化 你们两个人都会长大 是 那如果长大要一起 接着一起走下去的话 那两个人都要练习 重新认识对方喜欢什么 真的 想要什么 嗯 那如果对你来讲 你很难去这样子为自己说话的话 那我觉得也许就是可能 心理学的知识或起点对你的帮助很大 但是可能你为自己说话的能力 嗯 还没有长到很完整 OK 那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你也可以开始就练习问自己说 我为什么一直要留在这个关系里面 嗯 这个关系有给我我想要的爱吗 是 它有让我觉得更被理解 更被满足 还是说这个关系是 我真的很习惯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自我对话 嗯 就是你也可以开始去问自己说 这个关系对你的重要性 嗯 嗯 跟我自己想要长好 我自己想要被爱 的重要性 它们如果被放在天秤的两边 嗯嗯嗯 好 现在对你哪一边是比较重 然后为什么 OK Alice先把关注回到自己身上 对 然后 嗯 我会觉得如果心理学的 的东西对它是有帮助的话 甚至我觉得它 让自己有机会去上一些尸体的课 嗯 我觉得也会帮助她的心 可以长得更亲民 嗯嗯嗯 跟 强大吧 就比较有力量 一点 嗯嗯 然后 嗯 反正心理学的课的话 嗯 除了起点之外 嗯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台北 那台北的话 也有很多像张老师的课啊 或是呂蓄立 基金会的课啊 是 还有很多坊间的课程 对也有很多很多课程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去尝试 碰碰看 是 这样子 嗯 所以我会想要给Alice的回馈 嗯 主要是 这两个 然后结论的话 就会是说 我觉得 未关心努力啊 她还是有一条 适可而止的线 OK 就是你的快乐跟痛苦 嗯嗯嗯 那你是需要去好好感受它 但我讲这个并不是很 很扁平的说 嗯 如果 那个线没有到适可而止的程度 你就都会很快乐 不是这个意思 对 是说快乐跟痛苦它基本上是掺杂在一起 嗯 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爱和伤是一体两面啊 它不可能是只有舒服的那一边 对 但是你如果到了全部都是痛苦 嗯嗯 你感受不到 任何一丝丝的 好 快乐跟满足 对 嗯 那你还是要去听听 自己为什么这种情况还要在这里 嗯嗯 我在干嘛 好 这样 好我想真实的关系 从来就不会有全然的快乐或者是痛苦 所以 去厘清心里面自己那条适可而止的线 其实会需要很多很多的跟自己好好在一起 然后听众朋友我不晓得 你在听到这边的时候 你是一个能够允许自己内在小声音出现的人吗 你能够真的去聆听或者是尊重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吗 那我觉得这些尊重跟允许它的关键就在于 你能不能接纳自己 先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 那如果你觉得自己跟自己在一起这种安全感 还不够稳固的话 那么佳玲老师的好好在一起课程 他就会以有系统的方法陪伴你建立安全感 进一步的让你回到关系里面的时候 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归属感 那目前呢 这本课程还有三五一七的优惠 直到九月十八号之后就要调整了 所以一定要马上把握机会马上加入 相关课程连结都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下方就有 那我们今天先跟乙白聊到这边 下一次的爱情诊疗事再见啦 拜拜 你看 你 看 有点 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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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